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肖锦鱼 演播 魔仙 魔逆 第1076章 期盼如界 一见证之 一 那姓苏的是要杀入星罗战图 远处 当看到苏义的举动 黑袍中年因老不由意外 旋即 他轻笑道 这可真的和送死也没区别了 赤僧妖黄眯了眯眼眸 提醒道 他之前轻而易举便破掉天妖恋穷战阵 便是那些玄幽境角色 也非他一剑之敌 道友可莫要大意 因老不由百尔 道 道友有所不知 这星罗战图乃是我画心斋的一剑秘宝 由我派祖师亲手炼制而成 其内运积着这强的聂灵法则 夺进造化 神妙莫测 说着 他眼神泛起自负傲然之色 加捞罗他们之身星罗战图 不知彼此的道行可以和这件宝物产生共鸣和契合 还能够借用到聂灵法则的力量 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换作如道友这等的悬河境人物 也注定笔书无疑 赤松妖黄道西凉气 动容道 怪不得道友如此自信 原来此宝竟是出自贵派教主之手的一剑之宝 同一时间当看到苏义的举动 只身星图战阵内的加捞罗等强者也都感到意外 这姓苏的真以为之前破掉天妖天穷阵之后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呵 我还是头一字见到死这等自投罗网的蠢货 这何以于飞蛾扑火 有人冷笑 这姓苏的都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他 可他如今竟然还像以前那般自负 加捞罗都有些错愕 而此时苏已闯入棋盘世界 至此 所有人才终于敢确信 这姓苏的是真的不怕死 否则 谁会蠢到自投罗网 那就给他个痛快 让其灰飞烟灭 加捞罗与其铿锵下达命令 哼 棋盘世界中光叶翻滚 道光交织 加捞罗第一个出手 身影暴冲 长指如利爪般 朝苏以头颅抓去 吃 他双手间 因晕夜灵法则 抱战出耀眼的烟霞 并且 他一身的道行 与星罗战头的力量 完美契合 以至于整个人所掌控的力量 暴涨了不知多少 这一瞬 感受到自身实力的暴涨 加捞罗内心也不由震颤 悠然生出一种 替你自负之意 他甚至有一种 哪怕和悬和境 人物厮杀 也毫无畏惧的感觉 若有朝一日 我也能真正参悟和掌控 这等力量 而非是借用 何愁无法扶摇清明上 横压天地间 加捞罗内心炽热 心绪澎湃 而在他眼中 在自己这一击之下 苏以已经是个死人 因为他自信 放眼大荒天下 除了那些玄和境老家伙之外 再没有谁能挡住 聂灵法则的杀伐 眼见加捞罗的一抓之力 破空而至 苏以神色不卑不喜 平淡如旧 袖袍一挥 砰 震耳欲聋的暴鸣响彻 加捞罗的一抓之力 如指壶般爆碎溃散 整个人被震得狠狠倒飞出去 浑身骨头都差点被震碎 难受得差点渴血 他脸色当即变了 师生道 这怎可能 那可是聂灵法则 原则化心斋的志强 兴界法则 更何况 这是在兴罗战图内 他一身的力量与此宝像融合 都可以去和弦和境对决 谁能想到 才刚开战 他就被一副袖尖轰飞出去 这一幕 也让青子妖黄等人眼珠暴吐 感到匪夷所思 为何会这样 极远处 正好整一下观战的阴老眉头微皱 是从妖黄面露吃惊之色 两者也被惊到 待会再好好收拾你这小孽畜 棋盘事件内 苏一瞥了家喽啰一眼 身影一闪 朝前杀去 死 鬼活妖黄出手了 他掌指间浮现一抹由聂灵法则 所凝聚的狭长刀锋 纵身一跃 朝苏一怒劈而下 和家喽啰一样 他一身的道行在星罗战图力量的加持之下 也暴涨了不知多少 可苏一却看也不看 轻影剑横空一挑 游聂灵法则所画的狭长刀锋爆碎 而剑锋于事不解 直接撵爆鬼活妖黄一身的防御力量 游下而上将其整个人匹上两半 那可不得剑意迸发之下 将鬼活妖黄那两截躯体和崩碎的原神兜机粉 彻底灰飞烟灭 一见猪鬼狐妖黄 那把绝无边的一幕 让其他妖黄彻底色变 意识到了不妙 落星蝶黄翘脸变换 难难道 这形罗战图的聂灵法则力量 似乎根本就无法搁置那姓苏的 一起上 有老怪物大鹤 分布在棋盘世界内的那些妖黄 皆一咬牙 悍然出击 像个冒蝶老者般的混圆妖黄 催动一杆绽毛 滑破长空 是大力尘 周身萦绕花雨的落星蝶黄手握一条银灿灿的长鞭 鞭挞而至 出此 青岩妖黄 风刚妖黄 银葵妖黄等一众老怪物 接济出各种宝物 催动秘法 从不同方向杀来 轰隆 棋盘世界都猛地动荡起来 神灰怒卷 光霞滔天 这些老妖怪 皆是十万妖山中盘踞一方的绝世存在 各在大荒天下以赫赫有名 随便拎出一个 都有着非凡的来历 足以令世间无数羞是胆寒 而他们的道行 最弱的都在玄幽境中期 一些强大的更早在不知多少年前 就以真挚玄幽境大圆满境界 而此时 他们连妹出击 可想而知那等威势是何等恐怖 面对这一幕 苏以不闪不闭 抱着一种速战速决的心态 直接动用权力 因为这样的战斗 根本就没必要留情 开 他就跑古当 轻盈见掀起山崩海啸般的剑气 蒙得席卷而开 无匹犀利的剑气所过 以种种秘书道法崩灭 以渐渐神兵利刃 在哀鸣中队狠狠阵飞 连那一众围攻而来的老妖怪的身影 都被震得亮翘倒退 一剑之威 破啥冲围 这 该死 不好 怎会这样 各种嘈杂的惊叫 在棋盘世界中响起 那些老妖怪无不震撼 差点猛掉 他们精心布局 汇聚着十万妖山中 最顶级的战力 并可借用聂灵法则 动用星罗战图之力 本以为这等情况下之下 灭杀悬河境人物都易如反掌 可当战斗真正上演 却完全打破了他们的预估 这一幕 像不像我师尊在破天腰炼 穷大阵的时候 那些老妖怪 同样自信满满 躊躇满志 可一旦开战 各个都被吓得魂不附体 远处叶洛笑说道 遗憾的是 汪卓府并未附和 因为他已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彻底呆着在那 情况不妙 这一刻 阴老也终于色变 惊一道 那姓苏的家伙 似乎完全无惧 聂灵法则之力 是松腰黄泽南南道 若对方真的是 玄军建主的转世之身 那么发生在不可思议的事情 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两者交谈时 那棋盘事件内 苏义已展开一场血淋淋的杀戮 事实上 在破开众人围攻之后 苏义便没有任何停留 展开反攻 他俊拔的身影 营绕在灿燃若虚幻般的道光中 轻盈剑不断斩出 产生轻月激昂的剑银 无匹的剑气纵横交错 只死要将那片棋盘世界搅乱 一个弹指 青岩妖黄发出七粒惨叫 被一片灿燃剑与诛杀 两个弹指 一柄锯锤四分五裂 风刚妖黄的身影 被一挂剑气长红硬生生拍碎 魂飞破散 三个弹指 混元妖黄和其他两个 玄游镜强者齐齐毙命 他们皆被同一剑扫钟 躯体从腰部断成两截 血洒虚空 战场中 苏义的威势实在太盛 霸道绝伦 几乎是一剑之间 变革诛杀一位妖黄 摧枯拉朽 杀鸡宰狗 也不过如此 四个弹指 以下的亡魂大帽的银葵妖黄 在战胜求饶时被一剑洞传霉心之地 形神俱灭 而在第五个弹指 加楼罗 青四妖黄 洛星蝶黄 山明妖黄等老怪物 接近的肝胆欲裂 他们在不敢迟疑 抵一时间朝棋盘世界外冲去 正如叶洛所言 最初时 这些妖黄愁愁满志 俨然一副稳操胜圈的架势 气势兴凶 可现在 开战仅仅虚余之间 九大妖黄中便有五人陨落 他们各自麾下的玄幽境强者 更惨死数人 自始至终 根本没有一个可堪对敌 而在叶洛和王卓夫眼中 这一战已经和屠杀没有区别 哪怕是叶洛都完全没想到 转世归来的师尊 仅仅宣召境后七修威而言 却强大到了这等不可思议的地步 须知 那些妖黄可都是狠茶子 活了不知多少岁月 令大皇天下不知多少顶级的势力 都忌惮不已 可现在 则似砍瓜切菜般被抹杀 那种纵横百合 势如破竹的杀敌景象 让叶洛内心都震颤不已 为之瞠目 而眼见那些对手要逃掉 就见苏伊一声审笑 道 逃得了吗 声音还在回荡 他脚下墨地一顿 一把将手中轻盈剑 插入那棋盘世界的大地上 他右手随意按在剑柄处 随着掌指发力 哄 棋盘世界骤然震颤 一股灰色神秘的剑道 未能迸发 覆盖棋盘世界的 聂灵规则完全被压制住 那一瞬 就如意秉剑 彻底震住了一方世界 而置身这一方世界内的 加罗罗等人 身影齐齐一致 遭受到难以想象的压迫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1077章 反水 一箭之下 镇压棋盘世界 加罗罗 青四等人如背负神山 身陷泥罩 一个个憋得脸颊占红 浑身骨骼发出 不堪重负的挤压声 快要撑不住了 尤其是青丝腰黄 被压迫得显出原形 化作一头足 有十多丈高大的青牛 四体如如柱 头生尖角 恐怖的镇压力量 让他四体压迫得 快要跪倒 唇中哼哧哼哧哧喘粗气 阴老 加罗罗目自欲裂 发出求救声 远处 阴老脸色大变 他彻底意识到不妙 在不复之前的淡定和从容 根本无需将罗罗提醒 阴老直接出手 收 他又必探出 何空一抓 哼 一只由聂灵法则 凝聚的大手 在虚空中凝聚而成 何空朝眼化 出击盘世界的 星罗战图抓去 可几乎就在同时 一道凛冽无比的剑气 从一侧斩向阴老 这太突兀 让阴老也始料不及 仓促之下 只能抬手硬汗 哼 剑气崩碎 而阴老的身影 则被这一道剑气批的倒退数十杖 右手血肉模糊 白骨引线 同一时间 失去阴老的掌控后 那抓向星罗战图的那只大手 无声息地溃散消弥 赤松 你这是何意 阴老震怒 虚发怒张 满脸铁青之色 原来 刚才那突展出的一道剑气 赫然出自赤松妖黄之手 这等变数 也让远处观战的叶洛和王舟服而然 什么情况 道友息怒 鼓起看热闹便是 童言鹤发的赤松妖黄含笑开口 你和那姓苏的早已勾结在一起 阴老神色变幻 赤松妖黄微微摇头 没有解释 齐盘世界中 加罗罗 青子妖黄等人皆看到这一幕 皆不由傻眼 差点崩溃 在十万妖山 赤松妖黄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妖修 稳居久的妖黄之手 也是唯一一位悬河境存在 道汉恐怖 震慑大荒逐天 这次他们在此布局 最大的依仗便是 阴老和赤松妖黄 和谁曾想 此时此刻 赤松妖黄却忽然反水 直接对阴老动手 至于苏义 对此并不意外 或者说 早在赤松妖黄出现那一刹 就已暗中和他眼神示意 彼此曾暗中对谈 不 蒙弟 一道惊恐不甘的凄厉惨叫响起 一个玄幽静大妖承受不住轻颖剑的镇压之力 躯体轰然着开 暴毙当场 这血腥的一幕 刺激的家 喽啰他们目自欲裂 内心不由生出绝望之意 而随着苏义长指发力 轻颖剑的镇压之力愈发强盛 啵 啵 啵 就见那一个又一个玄幽静大妖躯体硬生生被压破爆碎 惨死当场 那血淋淋的一幕幕 无疑太过甚人 若被外界看到 注定将引发轩然大波 毕竟 那些可都是活了不知多少岁月的玄幽静大妖 盘踞十万妖山 兄弟昭著 然而此时 就如被镇压的囚徒 陆续毙命 很快 就只剩下家喽啰 星似妖黄 落星蝶黄 山明妖黄四人 赤松 你若再赶阻我 他日我化心斋 逼他灭你老巢 将你措骨扬灰 阴老怒吼 浑身杀鸡暴勇 他寄出一只组 有四尺长的青铜画笔 笔锋如坚韧 笔杆子烙印着奇异扭曲的云文 哼 声音还在回荡 阴老纵身 朝旗盘世界杀去 手中青铜画笔扬起 掀起滔天的咽下光雨 如若墨汁般 在虚空中凝聚出 一幅幅奇异的画卷 画卷内 有深墨池场 雷霆轰鸣 天河绝地等等恐怖力量 在瞬间之间一起爆发 这未来自画心斋的强者 未能超乎想象的恐怖 但赤松妖黄没有袖手旁观 他寄出一口黑色道剑 第一时间进行阻截 轰隆 剑气纵横 天地动荡 大战爆发 赤松妖黄和阴老 在天穷之下展开一场矿石之战 阴老只有玄幽静后继道行 但却掌握聂灵法则 战力远超当时之辈 对上玄和静初期的赤松妖黄 竟是魂不落于下风 那等大战 看得叶洛和王周府也都惊叹连连 只是这样的一幕 则让家喽啰等人彻底绝望 因为短时间内 阴老根本不可能再来救他们 终于 洛星蝶黄也承受不住 剧烈可血 躯体肌肤出现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力痕 而后整个人呼得四分五裂 临死前 他美丽的谋望向苏义 断断叙叙道 你难道真的是 玄军建筑 枉然的声音还在回荡 他一香消欲养 也注定在得不到答案 这一幕 让青丝妖黄彻底崩溃 四提跪地 头楼埋在地上 战神哀嚎道 苏大人饶命 小牛知错了 还请您看在小牛当年 曾驮你远游的份上 饶恕小牛一条贱命 他瑟瑟发抖 满腔惶恐 王卓府都不禁错愕 小牛 打破脑袋也没想到 这青丝妖黄为了活命 竟变得如此低三下四 呵 夜若讥笑起来 这老牛之前可嚣张无比 狸控朝天 还曾夸口 希望师尊不要死得太快 否则会辜负他的一腔心血 那等言辞和作派 要多嚣张就有多嚣张 对比现在 简直判若两人 这也由不得让人不比 无非一死 何须怕他 家喽喽都看不下去 立声呵斥 青丝妖黄低着头 物资扑符跪在那 不予理会 这时候 苏一呼地开口道 山明 你带着孽掌先离开此地 谨遵苏大人之命 山明妖黄肃然领命 他高大昂藏的身影 猛地挺直 浑身轻松 原来之前他被镇压的模样 竟完全是装的 你这家伙 竟也是个叛徒 家喽啰惊怒 脸色无比难堪 何止是他 青丝妖黄 夜若 王卓府都一阵眼韵 大有猝不及防之感 叛徒 你这孽障 才是个活脱脱的叛徒 欺失灭族 卑劣之极 山明妖黄 冷冷出声 满脸笔 他探手抓住 青丝妖黄一条后腿 直接拖着青丝妖黄 离开了棋盘世界 而自始至终 青丝妖黄 根本就不敢反抗 顿时 那棋盘世界中 只剩下苏一和家喽喽两人 王卓在哪里 苏一淡然开口 眼神平静地 没有一丝感情波动 他一懒地去问这只 大帮金棚背叛的缘由 加楼罗 抬起头 神色变幻道 我说出来 能否换命 你必须死 苏一毫不犹豫道 加楼罗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眼神透着一股狠色 道 那你尽管动手就是 我可以保证 根本不会给你搜魂的机会 苏一眼神泛起一丝不屑 道 这里是聂灵法则所化的天地 若我愿意 哪怕你自保元神 我也可以将你的神魂碎片 全部搜集 动用秘术重新修补回来 加楼罗 躯体一颤 色力内人道 既如此 你为何不直接动手搜魂 何须来问我 苏一旦然道 那样做太麻烦 收拾你这小孽畜 不值得浪费我太多力气 只要你说出王雀的下落 我可以给你一个有尊严的死法 加楼罗神色变换不定 但想 他呼得狂笑起来 嘶声道 苏玄君 你知道吗 我最看不惯的 就是你这种什么都不在乎的冷漠样子 当年 我叩首十天十夜 本以为可以成为你的真传弟子 和谁曾想 你却仅仅支给我一个记名弟子的名分 我且问你 论天赋 迪运 来历 万难一点逊色于学您那只小王吧 哪一点比不过叶洛 白衣和景葵 说到这 加楼罗已买脸愤怒和恨意 还有那景形 完全就是个书呆子蠢货 可偏偏的 他却在真传弟子中排名第二 哪怕就是比入门时间 我也比大多真传弟子要入门更早 可你呢 过往八万年来 你却一直不肯开口 让我成为真传弟子 知道火摇为何背叛你吗 就是因为你太偏心 打着为他好的名义 硬生生将他压在灵伦镜数万年之久 加楼罗似乎要宣泄斑 声音歇斯底里 眼睛发红 苏义听罢 不由一阵失落 他想过加楼罗背叛的各种可能 唯独没想到 他竟是因为这样的理由而背叛 当年 我若被收你入门 你又有什么机会成为我苏玄君的弟子 苏义语气冷淡 更遑论 这天下奸在天赋 迪运 来历尚比你更厉害的 也大有人在 我苏玄君若真看证这些 也轮不到你成为我的弟子 加楼罗一阵冷笑 他正要说什么 苏义诞然道 在你眼里 你比玄宁 靖刑 白衣 锦魁他们都更强大 于我眼中 你远远不如他们 所以 你注定只能是个记名弟子 加楼罗顿时愣住 半想后 他气得浑身发抖 道 好啊 你苏玄君总算说出心里话了 你就是偏心 一直不待见我 苏以神色不卑不喜 一如古井不波 道 我纵使在偏心 这 就能成为你背叛的理由 若太玄洞天 所有弟子皆认为我偏心 是否都要如你这般 欺师灭族 更别说 过往那些年 我曾多次指点你修行 产生你道业 为你祭练道兵 为你渡截护法 还曾亏待够你 若你自人委屈 大可以离开太玄洞天 令则明师 为何 你就偏偏要选择背叛 说到这 他目光忧悴 富士加楼罗 又为何 要是我为仇敌 一字一顿 直死雷霆轰在加楼罗心中 让其神色变幻 无力反驳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肖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100718章 刺杀 远处 江苏一和家 喽啰的对话 尽手而争的夜落 悄然握紧了双拳 胸腔内充满 难以言说的愤怒 罪人在受审判之前 大多时候 都会为自己的恶行 百般辩解 以求宽大处理 这很常见 只是夜落却没想到 加楼罗那背叛的理由 竟如此之可笑 乃至于荒谬 师尊偏心 若没有师尊 哪有你家楼罗 今日之道业 威望和成就 更遑论 整个大皇天下都清楚 师尊是何等呵护 何护短的一个人 但凡太宣 动天弟子 无论是谁 只要在大皇天下行走 谁敢不敬 纵使是那些个 威慑诸天的老古董 都客客气气的 不敢轻易得罪 这等情况下 加楼罗那番指责 师尊的话 简直让夜落 快要被气笑 那加楼罗国人 早就清楚那苏义的真正身份 可他还是毫不犹豫 在刚才的时候 联合一众力量 欲图灭杀其师尊 此等行径 可着实称得上是 其师灭祖 离经叛道 王卓府南南 山民妖皇 拎着青丝妖皇 从远处走来 远处天穷下 是从妖皇和阴老巫子 极力绝逐 杀得天昏地暗 山河失色 棋盘事件内 加楼罗沉默许久 推人低头 他自彻底认在班 苦涩道 希望如你所言 能够给我一个 有尊严的死法 而后 他从袖袍中取出遗物 双手承上 王却 就被禁锢再次保重 以你的力量 自可将其上的禁印破除 这是一块半尘的黑色铜锁 表面覆盖着扭曲奇异的 道文图案 那是一种极为神秘的禁印力量 苏伊一眼看出 这黑色铜锁必然出自 画新斋的手笔 因为其上的禁印力量 就是由涅槃法则的 二义凝裂而成 还不等苏伊进一步查探 天穷之下 因老春中末地 发出一道灰色的大鹤 多 寥寥一字 阵天动地 而苏伊手中 那块黑色铜锁骤然展开 光雨飞洒中 一道剑锋骤然暴杀而出 太快了 这一剑 直死陈席破晓之时的第一道光 无比的剑一尽数凝练于剑锋之上 随着刺出 才骤然迸发 彰显出出剑者极为恐怖的剑道造诣 而那等剑威 明显是叙事已久的权力 以及更人意中倾尽所有 孤注一掷的气势 而由于距离近在咫尺 突然爆发之下 简直堪比最顶级的刺客一击 无往不利 足合杀敌于瞬息之间 和这一剑在抵达苏伊眉心三寸之地 就被轻影剑挡住 当两剑相撞 神灰爆战 剑气迸发 便是苏伊 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身影也被那两剑 争锋时释放出的力量阵的退出树部 一身气血翻腾 眉心之地 有着一抹浅浅的血痕出现 差一点就将洞穿其眉心 这无一态凶险 惊心动魄 苏伊的反应若稍慢一丝 就可能遭难 而在他手中 轻影剑更是嗡嗡震颤不已 这突兀上演的一场刺杀 也是让远处的叶洛 汪卓甫妖 山民妖皇等人皆心颤一颤 脸色大变 谁也没想到 看似已彻底被镇压认栽的加楼罗 竟还藏有这样一个阴烛狠辣的杀手锦 挡住了 天穷下 因老顿感以外 加楼罗则早已在这一场刺杀爆发时 抓住机会抽身而退 可当看到苏伊挡住这一剑 他也不由吃惊 脸色顿便 该死 是松腰黄脸色一沉 颇为自责 认为是自己给了阴老机会 让对方和加楼罗一起配合 引发这一场刺杀 唯有苏伊 神色淡然如旧 唯有眉头一点点皱起 他早料到 加楼罗不会那般甘心灵死 甚至已猜出 那块黑色铜锁上很可能藏有杀机 可他却没想到 真正引爆这一场杀机的 会是那个一直在远处天穷下 和赤松腰黄激烈厮杀的阴老 以至于在抵挡那一道剑锋时 略显仓促了一些 不过 这并无法撼动苏伊的心境 早在前世 他历经不知多少生死 眼前发生的这一场刺杀 或许凶险无比 但于他眼中 早已屡见不鲜 只是 当看到那个刺客时 苏伊却正住了 刺客浑身笼罩在黑袍之下 面容都被遮盖 只露出一对锋芒射人的眼睛 可苏伊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白亿 他前世所收录的第八真传弟子 几乎同时 叶洛也认出对方 脸色一沉 大叫道 白亿 亏我国王那些年 一直在寻觅你的踪迹 还在为你担忧 唯恐你遭难 可你这家伙 原来也和皮膜一样背叛了 白亿 原来那刺客是玄军建主的第八传人 王卓府心争一阵 白亿 实心余见 好战如狂 斗战经验丰富无比 在大皇天下 人人皆知这位玄军建主的爱徒是一个斗战狂徒 棋盘世界内 白亿一言不发 浑身杀鸡抱勇 再度出手 刷 他出剑简单直接 却有一往无前 舍我齐谁的灵力之势 霸道无边 一剑刺出 威势之上 炒乎想象的可怕 这般剑道 若用两个字形容 就是纯粹 简单到极致 也灵力到极致 将他那一身的精气神 乃至于心境和意念 皆集中于剑锋之上 求的便是一剑破万法 所以眼神微妙 手中轻颖剑转动 随意在虚空中一拍 当 震耳欲聋的暴鸣声中 白亿的身影被震得亮枪倒退 一身黑色长袍都被细碎的剑气撕裂开 他那略显苍白轻瘦的脸庞 随之显露出来 其瞳孔睁大 似难以置信 这一剑 力气太重 还未真至极致空明的圆满地铺 可见你心中对我的恨意和杀鸡 已影响到心境 苏义一声轻叹 白亿 休要听他蛊惑 别忘了皮魔师兄的叮嘱 快杀了他 快 远处 加楼罗大鹤 蛊惑 苏义眉头微微一挑 就见白亿闽陈不语 一咬牙 再度吃剑杀来 那眉梢眼角 尽是肩很决绝之色 轰 剑锋所指 是若天外神红垂落 划破昌天 那其中运机的剑道力量 足可轰杀死青死妖黄 这些盖世大妖 强横至极 可伴随着一道惊天动地的碰撞声 白亿的身影再度被轰飞出去 足足在数十丈外才站稳脚步 那本就轻瘦苍白的脸颊上 已尽是金融 你对小无量剑精的领悟 已达到登峰造极 另辟蹊径的地步 假以时日 未尝不能打破小无量剑精的繁荣 彻底催炼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剑势 苏以眸光深邃 看着远处的白亿 有欣慰 也有怜惜 白亿 且不管皮膜对你说过什么 仅凭这两剑的争锋 你心中自当有所判断 远处 白亿脸色变换不定 白亿 叶洛就是这般被那奸人掌控心志 难道你也要不入其后尘 加楼罗大鹤 这一幕显得很荒唐 因为之前时候 他还在愤怒指责当初苏以示何等偏心 言辞间尽是怨愤和恨意 而此时 却又视苏以为奸人 无疑 其一切目的就在于让白亿去和苏以拼命 苏以能看得出 叶洛 汪桌斧 山明妖皇等人自然也看得出 而这也从侧面证明 白亿几可能和以前的叶洛一样 一直被蒙在鼓里 根本什么也不清楚 你自己来判断 苏以一手父辈 一手拎着轻颖剑 静静立在那 快动手啊 加楼罗交集大鹤 白亿 十不过三 你已经对师尊出手两次 再敢造次 后果自负 夜落震怒 力声呵斥 就见白亿深呼吸一口气 轻瘦的脸庞上浮现一抹决然之意 笛声道 我知道该怎么做 枪 他手中刀剑骤然暴鸣 杀气冲销 直接朝加楼罗斩了过去 扑 鲜血蹦剑 一条胳膊抛空而起 加楼罗发出一道痴痛惨叫 满脸惊怒 力声道 白亿 你也被那家伙蛊惑了心神吗 说话时 他身影闪烁 试图从这棋盘世界逃走 这一幕 让苏义不由暗暗点头 而夜落的神色也缓和不少 白亿这小子 总算迷途知返了 哼 棋盘世界 白亿手中动作根本不曾停留 继续抄加楼罗杀去 方思要宣泄内心恨意 他初见迅疾 每一剑斩出 皆迸发出杀可不得杀法之力 加楼罗早就被苏义重创 如今又被困在这棋盘世界 那可能是白亿的对手 紧紧几个眨眼间 他身上就出现密密麻麻的剑痕 皮开肉绽 血流如注 触目惊心 他仓皇逃窜 嘶声大叫 可白亿根本不曾有任何流情 到最后 加楼罗之死崩溃般 嘶声尖叫 向阴老求助 真是个废物 丢尽了大吃金鹏一脉的脸 远处天穷之下 正在和赤松妖黄厮杀的阴老布 又发出一声冷哼 旋即 他舌战春雷 再度发出一道灰色道音 多 一便骤然发声 那之前被苏义救下的三个神魂 被封印的王家老人 原本一直被王周甫安置在身旁 而此时 他们三人呼得睁开眼眸 第一时间朝叶洛和王周甫杀去 咫尺之地 一场杀劫突兀的爆发 叶洛和王周甫齐齐色变 全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1079章 王雀的下落 叶洛和王周甫根本来不及闪避 甚至 当他们察觉到这一场突兀发生在身边的杀劫时 都已来不及去抵挡 一是太过出乎意料 他们之前的注意力 阶级中在棋盘事件内的战斗中 根本就没有留意和提防身边的一切 而是距离太近 那三位王家老人就在他们两人身侧 不好 叶洛和王周甫心中齐齐一尘 就在这危机万分之时 却由一柄战刀向魏布仙之般 横挡两人身前 破开那三位王家老人的联手 哼 惊天动地的轰鸣响彻 王家三位老人的突袭被阻 脸色顿时齐齐一变 身影暴退 叶洛和王周甫惊出一身冷汗 也是此时 他们才看清楚 原来是山民妖黄出手了 挥动战刀 汗推对手 棋盘世界中 苏以冷眼一瞥 就收回目光 这样的杀截 的确令人防不胜防 在关键时刻出击 甚至能起到扭转乾坤的奇效 遗憾的是 他们失败了 倒并非苏以未卜先知 而是赤松妖黄和山民妖黄 最初一只甲义配合 得知了皮膜的一些布局 像之前时候 苏以之所以让山民妖黄 带着青死妖黄 提前离开棋盘世界 所方范的就是在那王家三位老人身上发生意外 而此时山民妖黄在关键时刻 一举粉碎一场杀截 先把他们擒下 苏以吩咐了一声 好 夜落没烧杀鸡争腾 王卓服脸色也奇差无比 怒发冲冠 打破脑袋都没想到 他们王家那三位族人 竟会成为敌人手中的一把刀 没有任何犹豫 他和夜落 山民妖黄一起 朝王家那三位老人杀去 撤 见此 王家那三位老人毫不犹豫就要逃走 可上在半途 就被青死妖黄兰在前路上 青死 你这是做什么 一个王家老人气急败坏 大喝出声 青死妖黄话语三人道 你们若逃了 老子可就没命了 若把你们留下 老子殊不准还能从苏大人那边换来一线生机 哼 他直接动手 气息恐怖 一副国命厮杀的狂霸姿态 而同一时间 夜落他们已经从后方杀来 将那王家三位老人团团围困 这一战 显得很荒诞和离谱 王家三位老人反睡 突然刺杀夜落和王周甫 但却被山民妖黄挡住 最出人意料的是 早已沦为阶下囚的青死妖黄 为了活命 毫不犹豫去阻截那王家的三位老人 世宋 你可真该杀 天穷下 阴老震怒 脸色铁青 原本 若王家三位老人出手 一举将夜落和王周甫倾下 足可充当人质 搬回一些局面 遗憾的是 山民妖黄破坏了这一切 而在阴老看来 今天的布局 坏就坏在了赤松妖黄身上 有苏大人在 便是我不出手 你们今天也必将满盘接收 赤松妖黄笑着开口 阴老冷亨 明显不幸 就在此时 一缕清月剑阴众人响彻 苏义的身影平须而现 挥剑杀来 阴老瞳孔一缩 手中四尺长的青铜画笔猛的爆战神灰 睁开赤松妖黄的牵制 而后当空一画 哼 笔风之上 光焰如铺 释放出惊天动地的聂灵法则力量 这和之前家楼罗他们所借用的聂灵法则完全不同 乃是由阴老自身参悟和掌控 未能自然非同反响 若非如此 一旦那玄幽境后期的道行 根本不可能和玄幽境初期的赤松妖黄厮杀到现在 然而 就是这等足以硬汉玄和境的力量 却在刹那间就被苏意展出的剑气之下如指胡般爆碎 阴老脸色骤变 眼珠暴突 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这一个他才意识到 苏意不只是能够对抗聂灵法则 其掌控的大道力量 明显还克制聂灵法则 而还不等他多想 苏意以纵箭杀来 紧紧眨眼尖而已 阴老就完全被压制 他的一切密法和道术 皆被轻而易举破开 任凭挣扎和抵挡 都无济于事 反倒是让自身遭受重创 很快就负伤累累 血流不止 赤松腰黄的额头都不禁之冒冷汗 被苏意那霸道碾压的姿态惊到 去知 他之前和阴老厮杀时 动用权力也不曾将这来自化新债的老家伙压制 谁曾想 当苏意出手 简直像收拾土鸡挖狗似的 杀的那阴老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两相对比 让赤松腰黄烟能不震汗 我知道了 是你在天玄书院杀了冯吉和飞云 蒙弟 阴老四意识到什么 尖叫出声 他那张脸庞上已浮现出难以言语的惊恐之色 因为在化新斋 他的道行也就和飞云相当而已 苏意没有理会 手中轻盈剑网的衣扬起 狠狠扎飞对方手中的青铜画笔 剑锋紧跟着一转 抽在阴老身上 砰 阴老的身影像一块陨石般 砸落大地 溅起漫天灰尘 还不等他反应 就被紧随而来的苏意一把钻住驳岗 他那一身的道行 随之被彻底禁锢 再无法动弹分毫 你杀了我 王阙也别想活 阴老惊慌大叫 他劈头散发 躯体残破 沾满灰尘 凄惨狼狈 啪 苏意反手一巴掌抽在其脸颊上 打得他脸颊全骨大腺 牙齿飞落 你最好闭嘴 苏意说着 已拎着阴老朝虚空中略驱 小老赤松 拜见苏大人 赤松妖皇第一时间上前 躬身见礼 他童颜鹤发 面颊轻渠 拥有玄河境初期修为 堪称是十万妖山中的第一妖修 无可比拟 和此时 在面对苏意时 赤松妖皇满脸都是激动和静怒之色 这次可多亏了你帮忙 无需多礼 待会再聊 苏意微微汗手 目光看向棋盘世界 也就在此时 棋盘世界中的白蚁 一剑将加罗罗披杀当场 哗啦 血洒如瀑 加罗罗躯体四分五裂 躺倒在血泊中 临死前 这只金智大鹏一脉的后裔 艰难地将目光看向苏意所在的地方 嘴唇颤抖 似要说什么 可最终也没能说出一个字 便横死在那 苏意看得出 加罗罗很不甘 枪 棋盘世界内 白蚁收起刀剑 折身腾空而起 在距离苏意上有十丈之地时 他末地叩手跪下 低头道 师尊 徒儿前来请罪 苏意眼神泛起一丝欣慰 道 快起来吧 白蚁却无字 扣手跪在那 道 师尊 徒儿之前鬼迷心窍 曾听信皮膜缠颜 欲突刺杀您 苏意眉头微皱 打断道 起来 很平淡的两个字 雀色由莫大的威严般 让白蚁躯体一将 而后缓缓起身 可他屋子低着头 似犯错的孩子般 眉脸面对苏意 苏意眼眸泛起一丝柔和 道 你且平复一下心情 说着 他目光看向远处 在夜落 汪卓府 山明妖皇 亲自妖皇他们的联手之下 已经彻底压制住那汪家的三位老人 很快 夜落等人就将对手活擒 带了过来 至此 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彻底落幕 可苏意却谈不上高兴 因为目前为止 还不曾见到王雀 山河凋零残破 大地千窗百孔 这方圆八千丈之地 本是青丝腰黄的地盘 和历经刚才的一场大战 让得这片山河如若沦陷般 满目疮痍 大战落幕 苏意一行人来到一片废墟上 王卓府和山明妖皇一起 正在审讯王家那三位老人 青似妖皇惶恐忐忑地立在不远处 犹如等待审判的囚徒 在他身旁立着的是赤松妖皇 叶洛和白衣柱族在苏意身后 前者浑身轻松 后者物质低着头 一副愧疚的样子 而在苏意身前 阴老瘫痪在地 灭如土色 既然你清楚冯吉和飞云是如何死的 自然也该明白 就凭你们祖师留在你身魂中的那一缕 一直烙印 根本不可能奈何我 苏意俯视着阴老 语气淡然 交出王去 我给你一个痛快 否则 我自有办法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阴老长叹一声 缓缓抬头看向苏意 神色已变得复杂无比 玄军见主 果然名不虚传 顿了顿 他神色变得微妙 道 不过 我敢断定 以后你的道徒 必将杀劫重重 步步维艰 无论是我画心斋 还是星空至上其他顶级巨头 皆会视你为公敌 断不会容许你存活于世 因为你掌握的力量 太过禁忌 已足以动用那些顶级巨头的根基 这番话 听得在场众人一阵心惊肉跳 俗意却皱了皱眉 道 我在问你 王却在哪里 殷老一阵默然 玄吉说道 他是中州王家的麒麟儿 自然就在王家 此话一出 众人皆错愕 殷老眼眸钉着苏意 道 苏玄军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 现在我只求一个痛快 一副是死如归的样子 苏意深深看了他一眼 道 你求的不是痛快 而是想事与事 能否在我灭杀你们祖师那一缕一只烙印的时候 为自己播出一线生机吧 殷老脸色顿时就变了 无疑 苏意一语重地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旋环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1080章 原油 因老深呼吸一口气 坦然道 不错 我的确想试一试 他目光一扫在场证人 围烧浮现一抹掩饰不住的冷意 虽说我那神魂中 只留着属于我派祖师的一缕意志力量 和也足够可以轻松灭杀在场所有人 他目光重新看向苏语 道 既然无论如何都是死 玄君建主为何不让我见识一下你的能耐 他身负重伤 凄惨狼狈 一身道行也被彻底禁锢 可此时竟流露出一副藐视在场所有人的姿态 所以轻语道 你家祖师的意志力量 的确是难得一见的魔剑石 也罢 待会就让你见识见识 说着 他不由笑起来 因为想起了前两次灭杀化石意志力量的经历 每一次 对方就如初次见到自己 以否熬暗如神的姿态 可当到了被自己灭杀之前 则一副一惊一诈 惊怒错愕的样子 颇为有趣 无疑 这次也注定不会例外了 所谓一只烙印 毕竟是由一股精气身所化的意志力量 而非大到分身 魔剑石 阴老脸色难看 似乎苏义这样的诋毁之语 对他而言 是一种莫大的羞辱般 那我可就真要拭目以待了 阴老咬牙出声 苏义不再理会他 目光看向青似妖黄 这一瞬 青似妖黄浑身一个机灵 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战声道 苏大人 小牛知错了 一定痛改前非 喜心革面 再不敢造次 并且 小牛愿将功不过 此生此事 与玄军蒙不共戴天 这老青牛活了不知多少岁月 赤诈风云 雄微赫赫 可此时却一把鼻涕一把泪 以小牛身份自居 来生祈求苏义饶命 那毫无气节的做派 让赤松妖黄都有些看不下去 丢脸 实在太丢脸 不过 不管怎么说 之前收拾王家那三位老人时 青似妖黄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举躲住了对方的退路 想了想 赤松妖黄低声道 苏大人 在今日的杀局中 这蛮牛充其量就是个打杂的角色 并且 来自皮魔的命令 也让这蛮牛根本不敢违逆 若是可以 小劳斗胆 袭击苏大人饶恕其不死 青子妖黄顿时露出感激涕灵之色 苏义微微汗手 道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念在赤松的面子上 我便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青子妖黄大喜 脑袋扣手于地 多谢苏大人 他可太清楚 玄军建主是何等杀法果断的一位神话人物 之前时候 他对这次能否保命甚至都不敢抱有多少希望 而今 总算捡回一条命 让他青子妖黄激动的都恨不得仰天长笑 以书解心中之狂喜 苏义道 你先去收拾战利品 等我想好了如何惩处你 再来领罚 是 青子妖黄慌忙领命 行动起来 而苏义则微微拱手 朝志松妖黄道 这次的事情 多亏你河山明相助 大恩不言谢 以后我苏某人自有报答 是从妖黄连忙道 苏大人折杀小老了 这本就是小老应该做的 还请苏大人千万莫要和小老客气 很久以前 他在玄幽静大圆满的时候 曾遇到前来十万妖善中采携神药的玄军剑主 他亲自为玄军剑主带路 并最终帮对方找到了那一株神药 两者间的圆法 就此结下 而在当时 玄军剑主离开的时候 曾留给他一枚玉剑 其内记载着针对妖修在正道玄和镜时的一些感悟和心得 正是凭借此预解 让赤松妖黄在仅仅三百年之后 便度过九死一生的玄和镜大劫 成为这十万妖山中唯一一个玄和镜妖黄 这等大恩 赤松妖黄怎可能忘了 赤松道兄所言即是 苏大人根本无需和我们客气 远处山明妖黄走了过来 抱拳还礼 苏义笑了笑 没有再谈这个话题 接下来 他又问了一些问题 这才渐渐捋清楚了 今日这一场杀局的来龙去脉 半个月前 就在皮摩一圈军盟的名义 宣布是苏义为公敌之后 便下达命令 派遣家喽啰 因老一起前来十万妖山 开始在此地进行布局 而中州王室 则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因为唯有通过他们王家 将王雀被困十万妖山的消息传扬出去 才会让苏义不会怀疑这个消息的真伪 而针对这一场杀局 皮摩准备了诸多手段 第一步 就是针对王卓府进行一场追杀 从而引诱苏义深入 第二步 则是在青死妖黄的领地之上 不是天妖恋穷战阵 之后 利用那三个王家老人 混入苏义身边 值得一提的是 王卓府对这一切完全不清楚 被蒙在鼓里 也正因如此 在之前的路上 苏义才没有对他产生多少怀疑 第三步 就是之前上演的那一场大战 一换新斋的兴罗战图为煞手锏 汇聚就带妖黄的力量 尤加罗罗掌控局面 对苏义进行围攻 而藏在那块黑色桶锁中的白蚁 以及王家那三位老人 则是这一场杀局的案子 当然 这一场杀局最关键之处 就在于有阴劳和赤松腰黄坐镇 可以说 面对这一场杀机冲冲的杀局 就是缓坐悬和警人物前来 怕是也是有死无生 但最终还是苏义赢了 皮膜千算万算或许都想不出 被他视作杀手锏的阴老 以及兴罗阵图 会被苏义所掌握的力量完全克制 坏而言之 这样的杀局 或许能灭杀当时其他悬和警人物 但在苏义面前 反倒并没有多少威胁 出此 施松腰黄和山民腰黄的反水 也是一个变数 帮所以牵制住了阴老 并一举解决那王家的三位老人 如此一来 一场惊心不舍的杀局 就此分崩离析 说来轻巧 可在场那些活了不知多少岁月的老家伙都清楚 这等杀劫是何等凶险 堪称环环相扣 步步杀鸡 换作是其他人 早就没命了 怪不得皮膜让我藏匿于那块铜锁宝物中 去充当一个刺客 原来 他担心我见到师尊 会第一时间察觉到真相 白意难难 他愈发愧疚 有无地自容之感 叶洛拍了拍他的肩膀 宽慰道 这不怪你 当初连我也对皮膜深信不疑 从不曾怀疑他的所作所为 甚至在幽冥界的时候 我还曾使师尊为猎物 欲夺走师尊手中的宝贝 说到最后 他不由自嘲摇头 白意正了正 玄机一字一顿道 我会去杀了皮膜 了解了真相 也让他内心愤怒无边 浑身都弥漫出可怖的杀意 对皮膜哼到了骨子里 苏义问道 你似师姐仅愧如今可在玄军蒙 白意点头道 在的 并且我怀疑 似师姐和我一样 皆一直被皮膜蒙在骨里 说着 他将国王那些年的经历告诉苏义 苏义这才知道 自己这个好战如狂的八弟子 在国王岁月中 一直被皮膜关押在牢笼之中 可笑的是 皮膜还依附为白意考虑的样子 言成之所以把白意困在牢笼之内 使料定白意一定会去找青唐报仇 避免白意遭受青唐的毒手 才不得不将白意关押起来 你小子可真够笨的 苏义一阵无语 白意满脸羞愧 师尊在弟子心中 宗门的师兄师姐姐如同自己家人 我向来不曾怀疑过任何人 说着 他神色变得落寞和苦涩 只是 在师尊当年转世之后 我才发现一切都变了 苏义心生感触 白意的心境最为简单 如若一张白纸 正因为他把泰玄动天使做自己的家 才会毫无保留地去相信皮膜 这时候 王卓甫带着那三个王家老人走来 王卓甫的脸色很不好看 一副黯然身上的样子 他躬身朝苏一见礼 满脸愧疚道 不满苏大人 今日这场杀局 我中州王室 的确也掺和了进来 再配合皮膜对付您 旋即 他深呼吸一口气 神色正中道 不过 老朽甘以道心起事 之前根本不知道 这些事情 苏义早已料到这些 只点了点头 道 你身为王家的太上长老 却一直蒙在鼓里 如此推测的话 你们王家必然出了大问题 王卓甫心情沉重 道 的确出问题了 以族长为首的一部分老东西 早在很久以前 就和皮膜搭上关系 有关王却当初惨死在十万腰山深处的死讯 也是由他们炮制出来 按他的说法 早在数百年前 王却就被一些宗族老人禁足 藏了起来 并向外界散播消息 说王却惨死在十万腰山深处 连命魂灯也熄灭了 这件事还曾引发中州王室上下轰动 而那些王家老人当初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按照皮膜的吩咐 将王却视作了一个案子埋了起来 打算以后失机成熟再启用 简单来说 早在数百年前的时候 皮膜就已经是王却为棋子 遇在以后布局的时候启用 而在数百年后的今天 随着皮膜以王却为幼儿进行布局 这一场针对苏裔的杀局 随之在这十万腰山深处上演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